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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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当年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太监用特制的梳子来梳头 这使得她在花甲之年仍然有满头的绣发 所以梳子也寓意着助内人身体健康长寿永远年轻 三 辟邪 将雕刻有生效的梳子送给本命年的朋友 则是希望对方可以一生平安 辟邪保佑着对方 也是有着美好的寓意 二 如何选择望自己的梳子 小小的梳子也分许多种类 每把长相材质各异的梳子功能也不一样 究竟哪一种梳子最望自己呢 下面大佬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一 塑料梳 塑料梳子是普通家庭的日常用梳 之所以普遍是因为价格实惠 适合大多数人 但塑料梳子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引起静电 使本身干燥的头发更加干枯易断 体验感不好 产生的静电还会刺激头部的皮肤 影响头皮及发根的健康 对于有头屑和沾染尘埃较多的头发 用塑料梳子会使发垢越贴越紧 并且带静电的头发还容易吸附空气中的尘埃 更不利于保持头发的洁净 另外塑料梳子在使用时极易积累污垢 所以一定要注意经常清洗 二 大板梳 大板梳算是与头发的接触面积最大的梳子了 适合用于洗发前后 洗发前先用大板梳将头发充分疏通 能解决洗发时的打结现象 减少洗发时的头发脱落 还能将头发和头皮上的灰尘疏散便于清洗 而棕毛大板梳排列缜密 适合在干发时使用 可快速梳开打结 复平毛躁 适合头发浓密的人和大波浪 三 短尺梳 短尺梳和大板梳一样 比较适合用于头发打结的时候 梳尺短每次能够梳到的头发较少 所以要有耐心把头发分成一缕缕来梳 大部分的短尺梳都是采用较为柔软的尼龙材质 又可做按摩的作用 四 尖尾梳 尖尾梳适合用在需要精心打理造型的时候 可以用来为头发分驱 或在绑马尾前挑松头发 也可以在将头发大致梳顺以后 换用这种梳子将更多的空气带进发根 使头发梳得蓬松亮泽 有风影感 拯救扁塌发顶 用时先将头顶发丝抓起 用梳子将发根逆梳打毛 使其更加蓬松 再将表面梳整齐 五 棕毛梳 棕毛梳分为人造毛和猪棕毛两种 与人造毛相比 猪棕毛更加柔韧有弹性 不易变形 不产生静电 也更接近人的毛发质地 能恰到好处刺激头皮 自然清洁头发 助于将头皮上的油脂带到发丝上 这些皮脂就是头发最佳的天然护发素 棕毛可有效去除头屑和灰尘 并使拱起的发丝表皮鳞片平顺 让头发更加柔顺光亮 棕毛发疏也不会刮伤头皮 但是不适合头发爱出油的人 会越输越油 六 牛角树 牛角树一般有犀牛角 水牛角 黄牛角 牦牛角等 由于是天然动物的制品 所以不易与头发发生静电 与头皮接触比较温和 不伤头皮 好的牛角树清凉光滑 与头发的摩擦作用极小 在梳头过程中能保护毛鳞片 即使多次梳头也不会让头发毛躁 当头皮分泌过多的皮质时 就会堵塞毛孔 导致肌肤炎症 而经常用犀牛角制成的梳子梳头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 吸收头皮分泌的油脂 调节油脂分泌 七 木树 木树一般用毯木 黄阳木 桃木 枣木 这几种木材做成 毯木的木质坚硬 带有淡淡的香味 长期使用能促进血液循环 保护发质 是较为理想的护发用品 相较于广为人知的檀木 黄阳木虽没那么出名 但自古以来都是制书的首选 黄阳木木材质地出色 纹理细腻 硬度适中 用来制作梳子不软不硬 而且本身内含黄阳素 可抑制真菌生长 所以这样去蟹效果较好 功能上来说 桃木枣木竹梳梳子的差别不大 只不过中国古代有桃木可避邪气的观念 所以会偏爱桃木一些 但在选择的时候 主要还是以自身需求为主 三 梳子的摆放禁忌 一 梳子不可放在厨房 厨房乃是家人做饭的地方 食物的出处 所以在风水学中认为 厨房的风水气场 对家人的健康以及财运 都会有不小的影响 而梳子放在厨房中 一方面厨房内的油烟会把梳子弄脏 另一方面 梳子的阴煞之气 会破坏厨房内的风水气场 从而对家人的健康运势 以及财运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二 梳子不可放客厅 客厅的风水作用乃是藏风聚气 所以整个住宅内的风水气场 都会汇聚在客厅之中 而如果将带有阴煞之气的梳子 摆放在客厅之中 那么必然会导致客厅内的风水气场 受到污秽之气的侵染 这样一来 对于客厅以及整个住宅内的风水 都将造成极大的破坏 对此各位必须多加注意 三 梳子不可放枕头底下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 有些女生总是会喜欢 把梳子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 而且是经常性地放在枕头下面 这样的做法似乎是为了自己方便考虑 可是他们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样做的最终后果 是让自己卧室的风水变得奇差无比 最后让自己陷入霉运当中 四 梳子不可放床尾 或许你是故意的 或许你不是有心的 可是既然梳子已经出现在这个位置 那就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一旦自己的梳子放在了床尾 这就意味着你的运势会从这个时刻开始变得奇差无比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疏忽造成的 风水就因为你的一个动作而变得凌乱 五 梳子不可放镜子下面 女生的卧室难免会有一个梳妆台 而这个梳妆台上可是什么东西都有的 不仅仅有镜子还必须有梳子 当这两个东西碰到一起的时候 应该是与风水相继 不过这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需要人的参与 当你不用的时候还把梳子放在镜子下面 就会让自己卧室的风水变得群龙无首 最后殃及自己的事业运势 四 梳子使用禁忌 关于梳子还有一点内容需要大家注意 就是梳子的使用风水 一般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 不能用别人的梳子 你用的梳子除了与家人合用之外 最好是自己独用 你经常用别人的梳子梳头 或者别人老用你的梳子梳头 那么会导致你的气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 最终影响到你 用别人的梳子梳头 恐会导致气场紊乱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这么一个故事 张三是老板李四的秘书 老板有一把梳子是日本人赠送的 爱不释手 每日要用此梳子梳头几下 张三见之也好奇 于是经常趁老板李四不注意 也用此梳子梳头 结果到头来 张三篡夺了老板的生意 自己当了老板 而李四从此却日落西山 当然 老板李四的败落和秘书张三的兴起 还有其他原因 这则故事说明 即使是梳子也不能混用 否则可能是导火索 导致彼此气场紊乱 风水布局发生变化 二 家里不能超过三把梳子 有些人认为 家里梳子数量超过三把 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 原本和睦的夫妻可能因猜忌而频繁争吵 而本来就有裂隙的夫妻感情 可能会完全破裂 最终分离 还有人认为 家里梳子过多容易招来阴气 住宅阴气过剩不利于风水 也有人认为 梳子放几把都无关紧要 影响不大 信则有 不信则无 如果相信梳子过多会招来不好的事情 那么就不要在家里放太多的梳子 有一两把够用就行了 免得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 图添烦恼 但如果不太相信这些说法 就无需在意梳子的数量 多放几把也是无所谓的 关于梳子的风水你都了解了吗 万事万物都需要注意风水 希望以上的内容对你的生活能有所帮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